程序问题 这个动议属于偶发动议 这次说的是关于修正案的切题问题的偶发动议 就是说当有人发现 这个修正案与主动议是不切题的 那么这个时候可以提出来 就是不允许讨论 看一下后面动议规则表第十页 因为呢十页 也就是说第59个 它是所有的程序问题 不是所有的 有的程序问题 大部分程序问题 在可以打断发言 只有一个程序问题不可以打断 其他程序问题都可以打断 这个程序问题是关于这个 一个人可以直接提出来就可以了 它的辩论性呢 是根据 根据 可以打断 因为它涉及到剪辑 违背规则剪辑性 那么它不需要复语 一个人可以直接提出来就可以了 它的辩论性呢 是根据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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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主席 根据主席 根据主席和动议本身 也就是主席是否提交的会议 这就可以辩论 通常呢它是主席裁定的 这个是关于 修正案是否切题 这个通常是可以辩论的 通常是可以辩论的 除非 修正案不可辩论的 比如说 你调整辩论限制的 或者接触辩论的 那这个是修正案 就不可辩论了 那你就不能够 对 你就不能够辩论了 这的时候呢 就不可辩论了 另外呢 关于 你具体的解释 是 就是 是在书里面有 也就是第23节 那里有 23节 那个地方 当有人 发现 修正案 修正案 不和 不切题的情况下呢 那这个时候 他可以直接提出来 直接提出来 那么主席呢 就 起立 这应该起立 然后 然后声称主席 这个时候主席 应该这样回应 请叙述你的程序问题 然后成员呢 就可以简要的 叙述程序问题 比如说 这个 程序问题 这个 修正案 给原众人不和规 然后呢 主席应该这样相应 程序问题成立 然后要简单叙述一下原因 以及 以及 效果 如果成立了之后呢 比如说成员问题成立 那就是这个 修正案是不和规的 那这个 主席应该 立马宣布 正序呢 不和规 然后呢 宣布下一个议题 如果 行程案 如果 主席认为 他这个 程序问题 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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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成立 那么可以这样说 程序问题不成立 也是同样 需要叙述一下原因 叙述一下 不成立的效果 那这个效果就是 那这个效果就是 不成立的效果就是 这个修正案是合规的 然后会议就接着处理 这个修正案 就接着处理 如果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主席 可能避免一种尴尬 或者他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那么 为了维持主席的权威性呢 那么主席可以提交 会议来表决 那 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呢 主持人呢 可以这样相应 这样提交问题 提交议题 提交议题 对 比如说动议是什么 给大家宣布一下 然后 提出的修正案是什么 给大家再宣布一下 然后关于 这个 这个动议的修正案 是否切题 当前的问题是 当前的问题是 关于这个修正案 是否切题 是否与主动一切题 是否有人要发言 对 这个呢 通常如果是不和 可能 可能没什么辩论的 如果有辩论 就是会有发言 如果是没什么辩论呢 那主席就可以提交表决了 这样说 当前的议题是 关于这个修正案 是否与主动一切题 所以有赞成切题的 请说赞成 对 然后停顿一下 下面请问反方表决 所以有认为 不切题的 请说反对 如果是反对方 如果是赞成方 比较明显的话 就是通过了 那么的话 主席可以这样宣布结果 赞成方获胜 修正案 合规 当前的议题是修正案 是否有人要发言 对 当前的议题 如果是在应用的原因 他可以这么讲 你可以更多一点 当前的议题呢 就是是否通过修正案 是否有人要发言 或者呢 如果是没有被通过 那可以这样说 反对方获胜 修正案不合规 当前的议题是动议 什么什么 是否有人要发言 对 这个呢 就是主席的一个组织过程 这里需要提醒的几点呢 是第一点是 这个一般的 这个重修问题 必须有几时性 也就是说 当这个规则被破坏的情况下 就立马提出 所以它可以打断 另外这个辩论是不允许的 因为它是主席裁定 是主席裁定 但是主席呢 是允许 允许进行解释的 他做出解释 为什么是这么做解释 这样就可以说服这个 动议人 或者其他人 他做出原因 原因 这一方面呢 就让他们理解 不至于 可能 如果他们不同意的话 如果主席比较生硬 那么 成员呢 可以提出申诉 这可能浪费 会议 浪费会议的 会议程序和时间 如果主席确定的话 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是 主席不确定 那这个东西呢 是可以辩论的 是可以辩论的